大家好 我在唐山做装修的大崔 咱们现在所在工地正在做防水 我给大家来讲一讲咱们防水具体的一个施工步骤 首先说很多业主不知道的一个点就是防水的时间 你不用太着急 就要等你铺贴瓷砖的瓦工的工人进场之后 你再做这防水 因为什么 无论咱们用的是比伦木的防水还是用这涂料防水 他如果说你干的时间太久的话 他都会容易出现开裂 你开裂就会对防水有影响 所以说你就等到瓦工进场之后 这个防水做完毕举时间 咱们立刻就不贴瓷砖 这是最好的 这是第一个 来来看这边细节 那个卫生间已经做完了 现在正要这边的正在做 防水的第一步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清理地面 其实你说刷饼轮布 弄饼轮布还有刷防水涂料有多少基础含量 其实没有 最主要的就是你把这个活做细 比如说咱们边角的地方 因为我们后期你不光是做防水 你后期还要贴瓷砖 如果说你这块有一个鼓出来的 那么瓦工的时候 他会把这鼓子出来切掉 对吧 要不他整面墙都要找平出来 所以说切掉的话就会破坏防水 所以说你在做防水的时候 就必须要考虑后期的施工 你把这些边角 阴角的地方全部有这种浮土清理干净 然后把这些有这种多余的水泥把它清理掉 然后扫干净之后 填补了这些空隙 然后怎么做 然后我们现在做呢 就是刷一下这个墙过 把墙过再刷一遍 增加我们防水布与墙面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更好 这样的就是防止它不容 就是说防止它出现后期的空谷 来看这边来 来镜头看这边 镜头直接放到里面 这是咱们屋已经做完了的一个防水 看给大家看一看 第一遍防水 我们就是用防水布 然后呢 地面高度呢 是400高度 墙面高度就是我们淋浴区的位置 刷到1米8 这样的保证我们淋浴区的就行了 你不用刷太高 没有什么意义 因为水都是往下流的 还有一个点就是 看这边 看这 很多卫生间 你快卫生间这个墙面出现了 这种掉皮啊 或者说 这个乳胶期出现问题 就是这个 一定要做一个挡水坝 挡水坝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后期把这个贴上磁砖之后 这个挡水坝可以卷过去 真的有水的话 它也不至于 反到我们的墙面 这就是我们做防水布 比你那个防水涂料要好一点 我们现在的施工的一个标准 这个防水布做完了之后 我们还会再刷两遍这个防水涂料 增加它的老物性 这样呢 有更好的一个防水的一个效果 好了 今天呢 就跟大家说这么多 那我拉催 关注网友们有细节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ここ 叫 动